心里想的主要是今天下雨 下雨的时候那很烦 早上起来的时候也没觉得下雨是天有点阴 每天送小孩的那些任务 今天是假期以后 帮了假以后的话 第一个学习日 就早上七点钟起来给小孩做了早餐 做了早餐的话就去送小孩上学 出门之前都觉得 天气只是有点阴 还没有觉得它会下雨 但是出门没多久的话就开始下雨 雨心淋淋地下下来越下越大 当时也没有带伞 所以说最后到学校以后 也只能让小孩淋着雨去了学校 当时路上也没有见到同学 所以说就没办法蹭伞一起 回到店里了以后 本来正常情况的话 早上的话都会带自己家里面 带店里面的小狗 他的店里面的狗去拉尿拉屎的 但是今天雨有点大 确实就没办法带他出去 只能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的话 因为昨天晚上走六点钟我就下班了 下班了的话 你的狗的话 在现在已经扛了十几个小时 没有拉屎没有拉尿 所以在音音音音的叫 他有点想去上厕所了 所以说很难受 可能又没办法 又淋湿了的话 还是怕他感冒 那天气还是有点凉 这种东西随口说的话 想到哪里说了 也等一下还得去重新 接我老婆去上班 现在拼了一年的话 每天工作节奏也就是这样子 如果说自己不早点事做 感觉生活也是挺无聊的 因为在国内 情况都这样子 两点一线 有小孩的 又送小孩上班吃饭做事 必须得做 所以说每一年 薪金扣扣一年下来的话 也存不了几个钱 对啊 你还在事还得做啊 你不做的话怎么办呢 谁也不会养你 但是家里面的责任业务 你还得去弄 所以说中年人的烦恼都是这样子 其实我之所以想去做 做点自己的事情呢 因为这种状态的话 一样看到头真的 你就说你不管父辈也好 周围的人也好 都是这么做的 感觉挺无聊的 不停的重复 生小孩结婚生小孩 小孩以后再又不停的去做 做了以后再又去 做小孩生小孩 我的妈 真的挺恐怖的 所以说 学生都是为了小孩活着 我觉得没必要吧 我觉得现在想明白了 以前倒是有 嗯 都随随随随大流吧 也没有什么 自己独立的思考 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人 也没有什么 也没什么太多想法的一个人 很简单的一个人 就有事做 有饭吃也就行了 也不用考虑这些东西 但是现在呢 慢慢年纪大了 不一样 我觉得有些事情的话 还得为自己去做 人这一辈子最怕的什么呢 不是怕你穷 也不是怕你什么东西 就是你既然 不知道都无所谓了 如果说 比如说你在猪圈 你的猪 你不知道外面的世界 那你也无所谓 但是如果说你突然 真开了一个圣窗 或者 突然看到外面的世界以后 你自己有想法 最怕的事情就是说 你到 隔屁的时候的话 你想当时 为什么自己没有稍微 如下力 稍微去调整一下 是不能达到呢 是吧 这种东西 所以说我 也有这个幻想 其实知道也挺难的 所以说我先不考虑的难还不了 既然有时间 而且有多的精力 我就去做呗 所以说这2024年着重的点的话 也就是说三个方面 第一主要是 语言区沟通 这块是很重要 我觉得是 对现代人来说很重要 因为我这种本能就很内心 不爱去说话 就能不说话 尽量不去说话 我一年下来说的话的话 字数可能也没有几个字 但是之所以想去这么做呢 就说还是改变吧 因为已经40岁了 还是力求改变一下 万一能活70岁 你还有30年吗 对吧 尽管这意外的风险 谁先到来不知道 那不这么想嘛 还是人尽管这环境已经很恶劣了 那你还是要积极一点去考虑这问题 万一能活到70岁 30年的问题 30年的话 还是追求一下品质 是吧 还不是弄得人运异 人都在这种活着 跟普通老百姓大家一样的 是吧 所以说去调整一下 做了一些 在我老婆看来 在我 他们看来的话 挺挺奇怪的事情 你知道吗 你现在不就是 应该可能去打耳牌中间人了吗 打耳牌 有的时候去看看电影 比较好 旺旺 怎么这东西 这样东西 那我认为的话 做自己想 我喜欢的是嘛 在事情 可能 因为他主要是一切都看不到效果的 这东西不可能是一出二就 就你今天做明天就有很大效果 但是无所谓了 你不是很着急 知道去干嘛 都已经过去40年了 都没有着急 你再这一会儿着急了 没必要 慢慢来 静下心来去想 你说 说话这块 逻辑性 因为有的时候 挺佩服的一些人家说的侃侃而谈 而且人把你的思维带过去的 你初一听还挺有道理的 你知道吧 这东西 还是挺挺有魅力的一个事情 关于那个 在准备卡壳了嘛 你刚才扯到很远的东西 这个就卡壳了 所以我也拉回来 我现在又想什么东西了 我也想 其实我自己不停的想 其实我很想做YouTube 我也想做出点成绩了 但是 你也不知道做什么 知道吧 这东西开头挺难的 而且你要坚持也挺难的 不管是YouTube也好 这种自媒体的话 其实心态放好一点就没所谓了 因为当时想的要做的好看一点 做尽可能的做精美一点 让自己突出一点 不可能的 因为你是自媒体一个人 你而且没有团队帮助你做的话 你只能卖的什么东西 卖的是你 我现在能做什么东西呢 我能做的东西 说作为我这个年纪的人 我能看到自己的成长 不管能给自己也好 或者给别人也好 给子女也好 这是一个最强的 正向的积极的意义 因为我做的事情的话 是让自己 不管什么年 什么年纪 你都不要放弃 放弃自己的梦想 尽管是梦想也好 幻想也好 只要有可实施的行 条件的话 你都尽量去做 先做 少想先做 做了再说 做了 做的时候 会遇到很多问题的 你再遇到问题 有解决问题 慢慢慢慢成长 这是个良心的循环 如果你老考虑 那么多事情的话 又考虑别人喜不喜欢你 这个接不接受你 这么多人不喜欢 我的多的去了 你又剩谁了 不所谓 谁喜欢我谁也觉得 主要是你做的事情 是让自己喜欢 而且是让 关心你的人喜欢就行了 你提论人的话 无所谓 也不可能你交集 你知道吗 你的内心深处 是怎么想的 又怎么去做 做自己做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们 每天每天的退庄 对顾客的也好 你做的很 这东西不知道怎么去说了 所以说有点卡 还是尽量的做自己吧 因为做自己 尽管 可能收益不是最大的 它是会让你最开心的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的话 有些人都很喜欢 看表面的功夫嘛 对吧 表面的和气 一盘和餐 怎么样子 还有周围的 一帮人处用在你 让你感觉到 是老大 怎么样 你能力很强 这些东西嘛 都喜欢专业的东西 不是喜欢专业 就是 都喜欢的一种感觉 高高在上的感觉嘛 因为夏里巴仁 还是多喜欢羊群白血 那种行动 所以说还是慢慢的练习嘛 好 我现在又拉回来 我现在扯东扯西 扯这么远了是吧 那我又不想说这个东西了 我又拉回来 然后呢 你看外面的雨 还在不停的下 不停的下的话 我们的小小狗的话 还不停的痕迹痕迹 那个粗粗可人的眼神 看着我 看着我的话 当然想 不想去尿尿怎么办呢 现在 外面雨确实下得太大了 那现在我们这边都是露天的 就是出去的话就是淋雨 淋雨的话 没办法跟他去吹 吹干的话 所以说就挺麻烦的 这个事情 只能让他忍一下 我也忍不住了再说吧 所以说这种问题没办法 你现在就只有两度选 要把去淋雨 淋雨呢 就让他自己也 应该 天气太冷了 干嘛的干力会大一些 第二种嘛 就在那憋一会 等雨稍微小一点了 再全打来全打量 所以只能这样子 人生总有不停的选择 但是呢 有些东西也是很不赖的 就是 你只可能尽量的去控制 你能控制的东西 比如说 我要去练习 说 说话 对吧 那你就去说嘛 这没人可以控制的 你闭着眼睛说 照着机子说 看着摄像头说 这样子你就会 形成一个很好的习惯 这样子你才爱说 其实说话的东西的话 是人的天性 有些表达欲望 其实都还是有的 就是由于很多人的话 还是比较 比较放面子 只说好听那个放面子 其实东西的话就是不自信嘛 我记得有一次我上小学的上中学的时候吧 那个老师拿着那张白子什么都没写 就坎坎而谈了有一个多小时 就说我们的学习是什么样子 什么样子说的 把我们忽悠的议论议论 我觉得这东西也就是一种难力嘛 不管什么时候 你想具备这种能力的话 去努力 你练习 有些东西是努力 练习还是可以得到一部分的 所以说你就想去得到的话 那你就去做了 有些东西是天生的 你再努力的话 也可能很难得到的 那你就没必要去做 主要是看自己的想法 我以为孩子这么下不停的下 今天估计也不知道才开始嘛 现在才9点钟 生活才开始 每天都是这样子 从生活的重复性还是挺无聊的 今天你听下来的话 肯定感觉这东西落得八十 不知道说什么东西 其实无所谓 因为我现在是 也没有很多头绪的想说 想什么情况 只是练一练嘴巴的熟练度 和想到哪里说到哪里 今天看了一下 早上的话 那个SP500的话 今天刚刚又下了两个端 下了两个端的话 其实还是不错 感觉还是夸张 因为现在成功率比较大 这两三个月的话 基本上成功率百分之 基本上胜率是百分之一百 就是没有失败过 所以东西不正常 成功率百分之百的话 那还是有点夸张 因为每次的话 控制的利润的话 就是一手像SPX的话 一手五千的话 五千美金的话 你赢的话 才最多的时候的话 一百一一百二 小的时候才五六十块钱 就这样子的 所以说利润点相对来说比较小 赢亏比的话也比较小 但是那胜率比较高 基本上还是一个 所以说还是有一定的 如果这么做的话 如果范围内比较 比较大一个范围 我做上去的话 心态就会好很多 比那个 比外汇的话 比虚拟货币的那个 就是那个 就是合约的话 还是没那么紧张 那合约的话 因为我最烦的对方在哪里呢 那合约还有那个就是 外汇 最讨厌的地方 就是他擦针 因为有的时候 其实你也看对了 也是概率是差不多的 突然一针一擦 就把你擦死了 因为我遇到很多次 因为以前也是做小仓位的 那很小很小的 仓位的去去尝试做 因为也不想冒很多 风险 毕竟对这个东西不是很了解嘛 也不是很 现在也不是说 嗯 很急需要要用那个钱 但是还是需要去找合理的方式 去做投资嘛 也是学习过程 因为到这个年纪了 也需要去学习一点东西了 再不得学习的话 那也没办法 是这样子的 因为最讨厌的话 合约 就是说货币的合约也好 还有外汇的 外汇也好 最讨厌的地方就是他擦针 他一擦针就把擦 擦身都擦死了很多次 我对了擦针的事情有阴影了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 可能是我能够做日交易的话 那种方法不对吧 可能是这样的 后来刚才发现了 就是美股期权这一块 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那好合乎我这种习惯 和消费性的 这种交易交易心理 因为我没办法承受 那波动很大的 你一擦针的话 就感觉很懊恼 知道吧 尽管这个钱 我跟钱没有关系 尽管钱 因为我仓位消嘛 尽管钱不不所谓 但是我看这个擦针就很烦 知道吗 这些就很讨厌 可能是心态问题 但是像做美股期权的话 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它只是个范围 而且你有办法去救 而且我现在美股期权 做的全部是日内交易 日内交易的话 就早上我早上起来 以后9点钟 因为SPX是全天交易的吧 开始挂个单 看一下概率啊 就挂个单挂上 如果能挂上 它就挂上 如果是上来 那就等到下午的时候 看一下它走势 因为SPX是24小时 所以说我每天这么看的 只要是挂上去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感觉让我感觉有点 感觉只要买进去了 那就是减钱差不多 这种心态可能也是不对的 所以说想再通过 2024年再试一年嘛 再来用这种 只有一手 因为里面钱不太多 就只做了一手SPX的 SPX的只做一手的话 所以说你就 因为每次盈亏也就有限嘛 所以说看一下情况是怎么样子弄 嗯 这种方案 因为去年还是 可能是刚好进入的时候 是9月份左右 9月10月份左右吧 那个时候在做 这个时候是用了模拟舱做的 后来模拟舱就没怎么用 用了就直接 直接充了点钱进去 就做了一手SPX 我就想他 从理论上说可以亏成的话 刚好是亏成5000 对一手吧 全部亏完嘛 就是5000块钱的那些东西嘛 但实际的你亏不了 你跌几个点 亏几个点嘛 他其实也是正义相关的 但是而且你如果 因为你盈利的点比较小嘛 选择的点 选择的位置的话 比如说你之前选600 嗯 0.6或者60 或者1 这样子的话 1.2算比较大的了 刚好可能就他那个 波动率比较大的情况 你看买进去还是比较合算的 这东西 也是一样的问题 我大概知道一点 但是呢 你又不能形成 有很好的语言系统来 嗯 来表达出来 所以说这是我想念 所以之所以想念念 念去表达了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我再说了半天 可能你还是没 说对方呢 你可能还是没听见我说什么东西 让我烦恼 很困扰的 很困扰的一件事情 知道吗 我高兴的说 说了半天 但是你还是没有 知道我说什么东西 其实我可能跟你开玩笑 所以不要想搞笑一下 最后说了半天 你还觉得挺神经病的 所以说这个语言 你还是需要很好的加强 好今天就先扯到这里 好